台大醫學院腦癒心智科學研究所撥碎典禮 首先請邱莉珠所長上臺致歡迎詞 各位家長 各位畢業生 各位在校同學 今天是很高興 這是我們腦癒心智科學研究所的第三屆畢業生 可以知道我們鄭腦癒心智科學研究所 等於是還在他的嬰兒期 所以第一屆 第二屆 我們這樣一路走過來 第三屆的畢業生 這個是我們還在為腦癒心智科學研究所協定時 各位家長 跟各位家長報告一下 要恭喜你們 今年即將畢業 跟各位報告 我們這個所 從第一年開始到現在是第五屆的學生 我們每年的錄取率是小於25% 也就是說民的子弟兵他必須打敗當年進來考試 另外四分之三的人才能進到我們這個所 所以我們是精挑細選的 我們的學生精挑細選 那我們的老師也是精挑細選的 請坐 來 家長請坐 那因為這個所的老師 我們的專政老師都還很年輕 平均年齡大概沒有超過40歲 如果我嫁進去就會很嚴重拉下來了 那這個所他的特點就是年輕有活力 然後我說很liber 我自己本身的本職是在我們醫學院的藥理所 那我們的藥理所大家如果比較 我講老新手不得不得講的藥理所 相對藥理所是很有歷史的所 大家比較認得的應該是李正元教授 他後來走上政治舞台 所以我們的藥理所是算是百年的所 那這個所是一個才三歲 才三歲 三到五歲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所跟藥理所是完全不一樣的風趣 所以這是我們這個所這麼新鮮 這我也希望說這個所保持他這樣年輕有活力 而且自由 就我們這個所是高度的自由度 那不過我們還是因為這是台大 台大有台大的驕傲 而且這個所的錄取率小於25% 我們現在藥理所 之前我們藥理所的錄取率也是非常低的 也非常競爭的 現在腦新所錄取率是小於藥理所 意思說他更競爭的 所以要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有一個子弟兵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那在這邊就是恭喜大家 那要跟DL的同學 我不知道你們之前知不知道 你們是打敗其他75%的人 當你們進來的時候 不知道 那進來以後呢 你覺得你出去 你一樣可以打敗另外75%的人 我們就說 你進台大是以台大為榮 出去以後 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台大腦新鎖也以你為榮 那恭喜大家 畢業生代表謝佩芬獻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张上纯院长上台至欢迎词 邱首长,还有各位老师,以及各位毕业班的同学,还有各位家长,大家午安 很高兴受押来参加老师姻所的播税典礼 老师姻所应该在医学院里面算是很年轻的一个所 所以各位同学,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学长姐的模式 然后很勇敢的来进到老师姻所来接受挑战 非常的令人敬佩 在今天要毕业的这一课,也当然是非常恭喜大家 老师姻所虽然年轻了,不过我知道老师们的要求 大概也不会太轻松 所以,能通过老师的要求,通过程程的考验 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在这边要代表医学院,非常恭喜各位同学可以顺利的一个毕业 今天因为除了早上的学校的大的毕业典礼以外 下午我们医学院各个西所陆续也都举办播税典礼 所以我总共要参加9场的播税 所以没有办法准时到场 这地方,大家自欠 大家可以谅解 好,那各位 虽然通过了老师的考验 不过我想 学习只是到一个阶段,暂时的一个结束 其实 各位学到初步的一些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的分析,讨论等等 老理心智的知识 是还有太多太多 我们不了解还没有解答的部分 所以各位应该在未来 还有更多可以继续研究 继续重置,继续努力的地方 许许大家就把过去的手学 在未来必须去发挥 或许有许多同学 可能还会继续的进修 可以有更好的一些成果 更好的一些发现 在医学院对所有的系统都期待的 就是培育良才领导专业 创新研究贡献人类 所以对研究者同学来说 如果自己在研究领域 或继续有好的发挥 或者是进到各种行业 去从事尼西埃的工作 在这个领域里面 也是成为一个良才 一个专才 相关的领域可以继续 可以让自己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可以领导领域的同仁 如果继续研究的话 就希望大家是有更多的一些突破 有更好的一些创新的研究 因此可以回馈给这个社会 甚至贡献给我们所有的人类 这是台大医学院对所有的同学 进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老师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其实不只在在学当中 毕业以后 各位自己也要 不要忘记了老师们这样的一个期许 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发挥 才可以真正达成我们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不是在学的2年到4年到6年到7年 这当中就一定可以达成的 所以在毕业即将踏出校门的时刻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 还继续留在学校里面 不过也许多数同学要踏出校门的时刻 就以这样的一个医学院的任务 医学院的目标 提醒大家 放在心上 将来继续往这个目标迈进 就恭喜大家可以顺利毕业 捧成万里 展翅高飞 也祝福各位在座的家长 还有贵兵 我们却都非常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赠阳! 赐月生代表西芬芬! 獻花! 景院长刘彬! 接下来请师长上台勉励毕业生 首先先请王培玉老师上台勉励毕业生 院长 所长 各位老师 还有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谢谢你们 然后恭喜你们今天来参加属于你们自己的毕业典礼 那我要特别讲一下我实验室三个小朋友 雅云 戴恩 还有浩子 终于两年来的努力 终于得到封锁的成果 然后走出这个实验室的丛林 那我想这个说是刚刚两年大概就schedule set up ready 那我想外面有更大的森林 一大片的森林有毒蛇猛兽等待你们的挑战 那老师要勉励你们就是持续的努力 不要怕挫折然后不要放弃 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那我最后还是祝大家红尘万里 阿欧斯斯顺仙 谢谢 请折身献花致意 接下来请黄宪松老师上台勉励毕业生 张院长 邱所长 各位师长 跟各位在座的同学跟同学们家长的大好 最近我非常称赐的恭喜在座的所有毕业生 终于通过两年的数十半训练 终于可以入期毕业 然后恭喜你们 那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我的实验室的三个机箱毕业的学生 这个事权嘉宜跟配奔 老师其实非常感谢你们两年以来 对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奉献 奉献跟付出 让这个实验室能够逐渐的茁壮 然后这老师就强丢的机会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也老师也非常珍惜 跟你们过去很多 细相处的师生之力 那最后呢 有几个要跟大家勉励的 在座所有毕业生 然后老师希望大家之后 能够走出这个校园之后呢 能够follow your heart 然后try your best 那至于那个自己 没有办法掌控的部分呢 那也不用担心的太多 那交友那个老天爷呢 帮你来做决定 那这样自己生活就会开心一点 那最后祝福大家 能够如期的毕业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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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了先配合张院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先请各位来宾 与毕业生先来个大合照 然后请上台 所有毕业生及所有市场 所有毕业生及所有市场 好